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体育比赛传奇 据相关媒体消息 自从今年3月以来 中国乒乓球军团的奥运冠军名将刘诗文就再未回归赛场 也没有参加集训 刘诗文一直休整到了8月也没有任何参赛的计划 所以很多球迷不禁猜测 他是不是进入退役倒计时阶段了 而就在不久前 刘诗文接受采访的视频在相关网络平台上曝光了 他明确表达了暂不退役的信息 直言自己身体状态还不错 同时在按照自己的节奏保持训练 为下一阶段的训练和比赛做准备 那么这个下一阶段是否包括即将到来的成都团体式拼赛呢? 据相关专家介绍 1991年出生的刘诗文 是目前中国乒乓球军团女队年龄最大的运动员 曾经多次参加奥运会 试拼赛 世界杯等国际大赛 并获得金牌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伤病让他的状态起伏不定 最终在2021年错失奥运单打资格与混双金牌 留下了无尽的遗憾 东京奥运会结束后 刘诗文与马龙、许欣一起急流勇退 放弃了参加美国休斯敦式拼赛的机会 但2022年又重返赛场 参加了WTT澳门赛和WTT大满贯赛 所以广大的球迷也摸不准 他接下来是否会像丁明一样选择退役 想当年李小霞退役后 刘诗文与丁明、朱宇玲 一起都被视为东京奥运会单打的潜在人选 结果三人都没能入选 如今丁明已经彻底告别赛场 去北大独言 而朱宇玲虽然还没有官宣退役 但缺席比赛的时间比刘诗文还要长 现在连世界排名都已被清空 令人唏嘘不已 相比于丁明、朱宇玲 刘诗文现在的位置处于不上也不下的地步 其实,论实力的话 他还是可以保持在中国乒乓球军团女队 前五左右的位置 今年初 刘诗文连营王一笛、孙颖沙就是很好的证明 但正所谓曾经沧海难为水 作为曾经的王者 如果他现在不能夺冠的话 自己也会觉得索然无味 值得一提的是 刘诗文既然去年就放弃了休斯敦式拼赛 今年在占成都式拼赛的可能性确实就不大了 所以大部分人都认为刘国梁和教练组还是更可能派出陈姓彤或者宽曼等人参加 至于刘诗文何时再重返赛场 让我们拭目以待 这里是体育比赛传奇频道 点赞和订阅是对我们最大的帮助与支持 谢谢大家 下期节目见